在这里面的资料 我是不是有这个登记日期 我们就来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分析 就是说 这是民国年 这是西元的日期 各年有多少家公司 好吧 我们就先做这个 各年有多少家公司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就直接坐在这边插入 就是你游标第一件事 我要做的是各年有多少家公司 所以请点插入的枢纽分析表 确定 各年 这个回页部查询可以先暂时关掉 这个各年 所以我就先勾选这个登记日期 登记日期 然后接下来有多少家公司 那我就把公司名称拖曳到值 他就会自动用计算数字的方式来做计算 所以呢这里2020年他有196 然后2021年有这些 好这都不重要 这只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我们先点枢纽分析确定 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先增加那个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 2020年196 然后接下来这个档案我就储存了 这个档案我就储存起来了 好就储存 然后关掉 假设我今天我拿到新的资料 2020年我拿到从10月到12月 就是这三个档案 我就直接复制 然后贴到贴到什么地方去 贴到这个2021年2月20 2021年的公司登记 然后就直接贴上 直接贴到这里面 那这里面本来他只有告诉我说 这个2021年1月有196家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是不是多为给他三笔资料 我们现在去看刚刚做完的这个成品 好 现在你看到的情形是还没做重新整理 可是包含这里面的资料表 请问有没有2021年的10月 11 12月 没有 请注意 我现在直接在这张图 等一下这个数字会整个直接增加 因为他会整个把我们 我刚刚我们做的所有资料清理 全部做过一遍 然后这个数字就会增加 我们先来看见证这件事情 请点选资料的全部重新整理 这个196一定会往上增加 我们先来看这个工作表2 这个资料表这边一定通通都有了 我先给你看 那个2020年10月 有吧 就是我刚放进去的 2020年10月11 12月 好 绝对有这些资料 然后他也自动的去算玩乐 这个2020年登记日期 对不对 好 也就是你一定要点回来这个地方 然后进行枢纽 或者是枢纽分析图 他都有重新整理 好 然后点选枢纽分析表工具 分析底下的全重新整理 你再仔细看 你看现在是不是变成 从196变成13502